汐止区民风街沿路的社区大楼不少人多 车子也多 再加上不少康宁街的车子也会转进民风街往东湖方向 尤其上班时间车子好多 只是在民族二街84巷口 不少民众会赶着过马路到对面搭公车 只是车子好多又不让过马路真的好难 康宁街跟民风街是我们交通要到的 不管你是从东湖回到汐止 还是汐止要到东湖 这段路都是很多车上下班 必经的道路 因为我们刚好这条84巷到民风街交叉口 它这边刚好不符合设置那个红利灯的要件 那可是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要会穿过去 做那对面的公车 你像它如果没有什么警示灯作用的话 那个车它多少都不会停 他们都会大致都会开很快 民风街后面那个斜坡上的那个居民 市民跟左边的集合室住宅 附近的居民出路的公车站都是在右边这边的车站 那因为那个民风街的车流量也算是蛮大的 路湖又不是很大 所以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到那边搭车会产生过马路上的危险 除了许多人会过马路搭公车 再加上临近金龙湖早上下午都有不少长辈会过马路去散步休闲 如何保障行人安全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地方也希望能够增设斑马线让行人过马路更安全 刚好他有设置那个行川线 那刚好也是我们这些人要去坐公车比较安全 因为现在我们交通局都有推行什么里让行人 那我们开车的人就看到那个有搬行川线就大致都会开慢一点 那我们希望说提醒我们那个开车的人 尽量如果交叉口开慢一点 有些长者会走路比较会慢一点 我们请交通局对于这个行人要搭车的动线做一个规划 然后就在我们站着前面这里这样子过去 然后往那边做一个L型 L型的那个行人穿越线 民风街不宽 路口右啸 许多车子呼啸而过 行人过马路 险向还生 会堪决定路口增设L型的行人穿越线 提醒行经的车子 里让行人人车都安全 这场慧玲希子采访报道